我们今天要来讲解一首王国伟的《婉西沙》 本世新词定有无 当我们在听现在流行歌的时候 很容易发现现在的歌词呢 都和爱情有关系 一千多年前的流行歌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词 它的内容呢 也绝大多数和爱情有关系 那从一千多年前到现在出现了无数的词 也出现了无数的歌词和曲 它们的内容呢 也有大部分是和爱情是有关系的 王国伟这首《婉西沙》呢 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与爱情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以写爱情的一个景象 来抒发了以及描写了 它对于词这个文体如何创作 如何赏息的一些评论 因此呢 这首词可以算是一首评论词的词作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首 这首词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的表层意涵呢 和它的隐身意涵完全不一样 表层意涵呢 它写一位女子非常自作多情的 希望这个男生写的词呢 里面的主角是他 但是很明显的 它写的并不是 它只是自作多情的一种规格筹序而已 那它的隐身意涵又是什么 它是王国伟本人对于词 这个文体创作 还有艺术上西上的体悟 那王国伟的其他词呢 很多都是写 人生感慨之理 还有寄托理想 例如他非常有名的那句 世上高峰 窥皓月 偶开天眼 去红尘 或是 人生只和风前续 欢也灵心 悲也灵心 都做连江点点评 等等 那这一首呢 是用词来书写 对于词这个文体的赏西意境 是前所未见的 在唐代的时候呢 由杜甫写的细魏六绝句 在荆朝的时候 由元昊问写的论诗绝句 到清代的时候呢 赵义的欧北诗话 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 底度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论诗绝句 有论诗的诗 那也没有论词的词 王国伟这首词呢 就是最早的论词的词 那之后呢 也就很难看到了这类型的词 第一句呢 本是新词定有无 是一个所谓妾的女子 在读书的时候 读词的时候 产生了一种猜测的心理 这首词的中间的情谊 到底有没有一段爱情的本事啊 而这一段爱情的本事 它的主角是我吗 那定有无呢 就表示这个读词的女子呢 想要知道真相的一种迫切的心情 那下一句呢 这般奇语太葫芦 那就点明了这首词 为什么会引起女子的猜测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因素之一呢 是因为这里面有这行奇语 然后第二个因素呢 则是因为这奇语写的实在是太葫芦 也就是模糊不清 ambitious的意思 那所谓什么是奇语呢 就是一些温柔缠晚的 奇艳的言语 就是爱情的关系 那这自然是引起这个读词的女子 以为其中有爱情本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太葫芦呢 则是写道所写者又极为隐约优微 使人不知道她到底真正在讲什么东西 使得读词这个女子呢 对其中的本事又感到猜想难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后观唐吉林的王国伟词里面呢 这首词在作 本词新词定有无 写行小草自模糊 但是这行奇语太葫芦呢 与上句本事新词更定有无 比较能够互相接应 那下一句呢 灯前长段未谁输 这一句呢 是描写女子的想象 这首词 他读的这首词 一种温柔缠绵的话语 描写爱情故事 那女子呢 想象这首词呢 在写词的人 在创作的同时呢 也是用情极深的 那为什么他希望这个用情是在他身上用情 灯前呢 是写词之地 烛光下的遐想和忧思 那长段呢 大家也知道 就是表明用情至深的一种 常用于此 夕阳夕下 断肠人在天涯 那呢 所以这句话 灯前长段未谁输 和前两句呢 其实是表达同一个疑问 也就是这首词到底是不是为我所写的情歌呢 这种心伤长段 又是何等的深志 恳切 所以呢 就是让人感觉要想到 这首词里面真的有一段爱情的本事 那探究上片的遗物 我们来看一下 影机亏君 新制作 被灯属切 久欢愉 区区情势 总难服 那下一篇呢 写的这个女子呢 为了确认词中的那些本事 到底是不是在书写自己的事 然后所以她想要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呢 这句话的翻译是 她潜入了她的厨房 然后我再偷偷看着她写好的新词 读着那些缠绵翡翠的文字 而我正在的灯下 回想之下 我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美好的事情 而且呢 我把那些事情 和词上所记载的东西 来互相对照一下 希望说服自己 词中的人就是我 可是我最后非常失望 发现词中所写的内容 和我那个单方向 琐碎 自作多情的那种 单面的爱情 完全不一样 那曲曲这个字呢 有两种意义 一种呢 是私信爱慕 第二种 是琐碎细笑 在汉代新年年所写的 雨琳郎这首诗中 有一个司徒爱曲曲 这个曲曲呢 就是我只爱你 我是单方向爱你 这个意思 但是曲曲 更常用的意思呢 就是细碎 微不足道 那呢 这两个意思 其实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我对你的爱 原来呢 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原来 只是我单方向的 对你在付出而已 好 但是呢 这些都只是 这首词的表层含义 那表层含义呢 只要在照镜之后 才会引申成生成含义 这首词 用女子的口吻 说出一面 一段单面的 感情想象 里面用的词 启语 本诗 欢愉 君 还有切 在各种描写爱情的词里面 都是非常场景的 可是为什么说 这首词不是描写爱情的词 而是一种造进 也就是刻画出一个 并没有发生过的场景呢 那是因为 这首词呢 并没有一段 真正的现实经历支撑着 我们考据王国伟的生平 他的确呢 有某些爱情词呢 和他人生的某些经历有关系 但是这首呢 我们很难断定说 他人生中的谁谁谁呢 引发他写了这首词 那他其他的爱情词呢 其实很多都有现实经历基础的 例如说 写他与其词生离死别的 蝶恋花 醉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慈禁花死树 读完呢 你可以看到 在镜里的朱颜 逐渐的转化 成老年 周文满面的脸 花呢 从树上掉下来 那种花坠落的痕迹呢 就好像周文 逐渐在脸上出现的 那个那般迹象一样 让人感觉非常隐约 非常的深刻 阮郎龟呢 这首最后一句 更是悲愁了 至于没样在人间 相逢肩负肩 我只能想象他的面貌 但是我再也遇不见他 他有可能跑到哪里去了 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知道 那这些呢 都有他现实的经历基础 他的妻子过世 他非常想他 所以他写了这几首词 但是这一首词呢 虽然是以一个女子为视角 但是全篇呢 描绘出一段影像 是以西方小说的那种笔法来写作的 那他透过这一段影像呢 其实是传达了 以写情的一个情节 来道出词的创作的本质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隐身意义 到底什么叫做本事 本事有两种意涵 广义的本事呢 只要是作品当中的内容 有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可以指涉的 我们就叫他做有本事 那狭义的本事呢 就是作品内容中 有包含真正发生过的 男女之间的爱情的经历 那有一个本事呢 大家绝对都知道 就是唐代崔雾所写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那你只要看到这首词呢 你就可以知道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件嘛 那这首词呢 其实是在唐代孟奇 所写的一本诗话 叫做本事诗里面出现的 那我们看到 本事呢 是指男女爱情经历 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作品 无论是诗 短篇小说还是电影 只要谈到爱情事件 非常容易呢 引发读者的兴趣 可是呢 在中国的旧道德传统里面 爱情的事件 又往往被人认为 是一种不正当的事件 在书写方面呢 多有隐晦 并且认为难登大雅之堂 例如说 欧阳修传统上呢 他是一个大文豪 他是一个君子类的 但是他所写的词呢 却都是有关男女爱情之事的 所以呢 后来很多人呢 都认为这些词呢 并不可能是欧阳修写的 就把他的词呢 和逢言词的词互相搞混 导致到现在呢 还没有办法分出 某些非常有名的词 到底是谁写的 那这其实是一种 非常可惜的现实 在中国道德传统上 对于爱情经历 往往隐晦 产生了两种结果 一种呢 就是读者对于 爱情事件中的追寻 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兴趣 那另外一种方面呢 作者对于这种爱情的猜测 又想要做出 没有这种事的叙述 我们看一下 区区情事总难服 情事难服啊 那就是 不是就代表说 那其实是没有情事发生过的吗 所以呢 他一方面又想要引发人的兴趣 一方面又极力辩解说 其实并没有 那这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状况 那中国的诗歌传统呢 又常常以爱情 作为一种托育理想的载体 那作品的本事到底存不存在 容易引起争议 既然爱情呢 是托育理想的载体 那这个爱情有没有发生过呢 就变得很重要 他有可能只是在写他的理想 他的爱情就是虚荒一招而已 本事到底存不存在 现在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在20世纪中期呢 词学研究专家夏成桃先生呢 提出南宋著名词人江奎 曾经在合肥发生一场 轰轰叠叠爱情 因此呢 写出非常非常多动人的篇章 例如说后面这一句 花满是月轻衣 少年情势老来杯 可是呢 最近的一些研究呢 又指明说 其实有可能 这是一个他人生中 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 并没有把它延续下去的必要性 例如台大的刘少雄教授就站在这个立场上看 那本事到底存不存在呢 其实是对于一个词的解读呢 产生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王国卫第一句话写的 本事新词定有物 对不对 词呢 又没有本事 的确是就对了 这个词如何解读 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呢 他第一句呢 就写出了词问题的一种特性 好 人间词画是王国卫的著作 他里面写的 词之为题 要秒一休 要秒一休 又是从文心调道里面来的 那他将诗与词相比之后 他说 诗之近阔 词之延长 词之雅正 在此神不在卯 可见呢 诗中的译经 虽然可以比词更为开阔博大 而词的特质呢 更在于给人一种 意在言外的 长远而丰富的联想 所以呢 词写的好的地方 也就更难像诗一样 从外貌所写的情诗 做切实的诗舍 所以呢 词容易产生一种 这般奇语太模糊的状况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他里面所写的东西 确切是什么 而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 为什么都写的这么糊 这就是词文体的 给人的一种限制 或者是他给人的一种美感 那诗研制嘛 这是从春秋时代 就留下来的一句话 写诗呢 作者常常有研制之用心 所以写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澎湃的情感 奔放在诗里面 但是词呢 词是依着曲调来写的 词总是以 商春怨别为主 他没有办法 非常明白地 写出他别有的用心 但是呢 在写作过程中 词人呢 往往又会不知不觉地 把自己内心中 最优微的一部分的情感呢 投注在作品里面 但是并不一定 能在词里面 确切说明 这是什么东西 灯前长段 为谁输一句呢 就恰好的 委屈而贴切地 穿述了这一份 虽然断肠 也难以言说的 深厚的情思 这是只有在词的写作中 才能体会到的 一种感受 这首词的下半端 隐身意义呢 又更特别了 他还写到 词创作之后的自我评价 影迹亏君 新制作 被灯属妾 酒欢愚 区区情事 总难服 君 和妾 表面上呢 分明为一个男子 和一个女子 一个是写词的人 一个是读词的人 当然应该是两个人嘛 在更深一层的意向来看的话 那这两个人呢 实在就是 作者一个人的双重化身 之前呢 我们在人间词话里面 曾经提到说 关我 这个词呢 是把自己的情谊 作为观察对象 来书写 那官物呢 则是把警物 作为对象 来观察书写 写的创作者 是我 读者 也是我 读者读的东西呢 不仅是读作品 还可以读 创作时的 那个人格 也就是说 读者的人格呢 和创作者的人格 是不重叠的 读者除了 看作品 分析写出来的文字之外 也同时可以分析 在创作之下呢 每一个作者 所心理想表达的 那些东西 那一般作者 在写作时候呢 都会同时 对自己的作品 做出观察 与批评 王国为人间词话里面 事实上有非常多篇章 是来写自己的词 如何好 或者是如何能 比肩北宋 五代诸家的 那呢 就是说 他不慧眼 为自己的作品 做出观察 南北朝的时候呢 陆基写了一篇文复 每字主文 游见其情 横幻 义不称乌 文不歹义 正所谓 区区 情势 总难敷衍 自己写出来的词 总是更觉得不满意啊 因为没有办法 把我那时候 真正在心里面 脑子里面 想的那种 深厚 优胜的情绪 完整地表达出来 区区两种意义嘛 私心爱慕 细索 琐碎 细小 小令词的这种 身影幽为呢 更胜于其他问题 那这种隐身的含义呢 更难让人 看得出来的 人间词画里面 有提到说 小令 异学而难度工 长调 难学而易工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例子 温庭云 有一首 菩萨满 最后一句是 花落 紫归 提 绿窗 残 梦 迷 那这两句呢 就给人一种 非常朦朦胧 的华丽的感觉 我们只要看 它的表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底下的东西 其实是 非常非常深厚的 但是如果没有 很厚的国学 深厚的基础之外 我们就很难看出 它的身影 优微的情绪 所以呢 大家说 小令 异学而难工 你要把 这种非常短小的文体 把它写得 如此厚重 如此实质 但是表面上呢 又要维持得一种 流畅 读起来非常 婉转的这种影韵 事实上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这句话呢 我们把它 引申的意涵是什么 写作小词呢 要把我这种 忧生盘缓的感情 透过细致之笔 来表达 但是小令 实在太难写了 怎么写都很难 那种自己满意 总结来看 是以词来论词 用小令的格式呢 托育出一种 含义 丰厚的词论 那 以词来写词论 而且 表面上呢 还写了一个 极端婉转的 单恋的故事 那王国威 这个人的词学技术 其实是 非常非常高潮的 我们今天的讲解 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